三國的遊戲大家玩很多 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有這麼多題材 為何來來去去都是三國 又不見有些人搞甚麼文錯 大清那些拿出來做遊戲被人玩 今次介紹的遊戲終於不是三國 就是以戰國時代為主題的戰國字 霸業 就讓大家試一試投身春秋戰國時代 以另一個角度成就統一霸業 戰國之霸業是一款手機的MMORPG 玩家就會以合時的身份 去同不同的戰國時代的國家展開你的冒險 聽起來都幾次沉巡記吧 很多手機遊戲或者Online 遊戲 玩家一開始就可以自由地選擇在哪個國家開球 但真實的時候很多時候都不輪到自己選擇 所以今次的遊戲你亦沒有太多選擇 它會因應你是不同的地區而幫你選擇不同的國家 港澳台的玩家就要被分發到魏國 當然你亦可以選擇秦國 而其他國家就要留給其他地區的玩家 遊戲職業方面就有五種 分別為破軍、鬼谷、墨公、素心和兵謀 其實就有少少像戰士、法師、弓手、暗默和寶師 每一個職業後面都會有一個典故在後面 令大家對職業的投入感大大提高 就像破軍這個名字 即是來自紫薇十二主星其中一顆 而墨公這個名字就代表著 戰國時代著名的哲學流派 墨加爾明明等等 遊戲故事相比其他手機遊戲又或者MMORPG遊戲 當中就用了大量的歷史和野史故事作為骨幹 補充了很多戰國時代的故事 又或者大家少留意的劇情等等 令大家可以一方面打遊戲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玩到史實為基礎的劇情 從而提升遊戲的真實感和世界觀更加紮實 不少遊戲、劇情方面都是單純地講講故事 叫做給你起升等級有些東西看看 但今次的戰國至霸業就有少少不同了 玩家去到不同劇情時 NPC 就會要求你去做某些決定又或者聞味意見 你就可以在這麼多答案中選一個最適合你的 除了對故事 NPC 對你的好感度有影響之外 亦都會對你的個人角色數值有一定影響 這些級數將會影響到日後劇情的變化 以及日後在選不同決定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到選擇 千萬不要想下排輕輕亂按下按會沒有影響 如果你結遠多 日後很多時NPC未必會幫你 又或者有些劇情明明是聊天都可以做得行 最後就變成打打架了 除了劇情點數之外 玩家亦都會有技能點數 技能除了好像平時遊戲般正常用之外 如果你又看過沉巡記你都知道 很多角色都會在馬上比武 今次的《戰國之霸業》中,亦都有這個系統 玩家就不用下下落馬 戰馬亦都有自己的能力和裝備 當玩家玩樂要打架的時候 就不用下下上馬、落馬那樣麻煩了 講了一些基本的元素 不如講少少這遊戲我覺得有多大的賣點 剛才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都應該有聽到我說 其實遊戲不同的國家是留給不同的地區玩家 但又不是人人都懂韓文、日文、馬拉文 如果你去到一些中立的地區怎麼辦呢? 語言不通,打架是小不了的 除了打架之外 遊戲亦都有一個內建的翻譯系統 讓你跟其他地區的玩家進行交流 到時到底要聊天 大家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 還是像平時大家打機一樣 一開始打了才講呢? 這個就是你自己決定了 那些老土東西的工會當然不少 玩得MMORPG 如果被人欺負那麼吹雞 一定是靠工會的 不過如果在打打架來說 遊戲有一個叫紫相談兵系統 這個模式入面 大家就要收集一些冰符 當你存夠150個就可以收工 那些冰符要怎樣拿呢? 除了要在指定的地圖撿之外 最重要當然是打架 玩家就會被人傳送到一個特別的版圖 裡面會有很多個不同國家的玩家 要完成任務 就要開始你的PVP大運戰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Mode 都嫌少人不夠刺激的話 它每兩天還會有一個國戰Mode 被全伺服的玩家代表著自己的國家出戰 裡面會有不同的東西 會有不同的工程器具 亦都有不同的任務和打法 殺人、工程又或者弓箭特等的地點等等 每一次的玩法都會不同 若然你是一個好戰的分子 那你要好好加油 《戰國之霸業》 就是少數以春秋戰國為歷史背景的遊戲 遊戲裡面亦都將不同地區的玩家分開 強化到大家窗口一致對外的心態 玩法亦都相對貼近大家以前玩的MMORPG遊戲 如果你自己對《春秋戰國》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試一試它 說不定又另一番體驗呢 去投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